大家好,我是红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这个五大理论当中 有一个土长枝的利用 土长枝的利用呢 一般情况下在咱们主干型当中呢 对于碗树品种 或者是有这个枝组生长 需要培养的才需要 对于这个纯主干 猪行剧比较密的地方 咱们利用率还是不大的啊 土长枝的利用呢 主要就是用在咱们开心形 或者Y字形当中 开心形的桃树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导致一些干枯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 结果能力下降的制作 对于结果能力下降的制作 咱们可以进行 用土长枝来进行更换 使用达到咱们的 这个生产当中达到丰产 并且咱们的果品质量 也会变得会更好 在主观上 咱们用土长枝的几率 并不是很大 其实大部分人呢 对土长枝都比较了解 带大家看一个土长枝啊 再看一下咱们这个制作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制作啊 这个就是土长枝 然后它长得比较粗壮 并且呢 上面的牙界是比较长的 这是土长枝的特点 修剪利用当中呢 一定要记得以弱枝带头 进行回溯处理 土长枝是可利用的情况下 咱们是可利用 如果不可利用的情况下 咱们一定要记得及时输出 避免了造成这个 避免造成对于咱们这个树铁的 无际营养消耗 包括这些 这些就是没用的 这个就算是没用的一个土长枝 咱们需要及时输出 结果之外移 也是需要输出 咱们这个可以用来进行回溯 回溯培养预备支 这些 土长枝呢 生长土长枝的这个位置 一般都是结果比较差的地方 才进行生长土长枝 这个也算一个土长枝 这个呢 也算一个土长枝 咱们给留一个弱枝 明年进行结果 多朋友问我说 咱们这个树那么弱小的枝组 能结果吗 其实越是小枝结大果 大枝结小果 之前咱们在视频当中 也说过这一点 越是营养生长过剩的 这个树呢 它会冒到土长枝会越多 越是结果枝 越是结果少的这些树 枝组 它是越是冒条 冒条就是生长土长枝 所以咱们在修剪过程中 一定要合理利用土长枝 土长枝主要是在开心形的树上 对一些老化枝组 那堂光秃的位置 咱们是能有效利用土长枝 来进行说是枝组培养 土长枝在小树林当中 土长枝在小树林当中呢 还能起到一个培养 培养咱们这个 煮汁的作用 用来做延长汁 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终于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具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了对 咱们不吝点赞 订阅 渡达链干净 在小树林当中 这也准备去了 我们把小树林当中 用来 如果我是龍,我拔鱼 又是鑼子 所以我拔鱼子 我拔鱼子 鑼子 我拔鱼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